早晨,今天是2024年4月23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博威环球正圈 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Thomas,今早第四有什么焦点? 美股进入了季积期 我们会看看到底有什么板块值得留意 以及投资价值比较高 另外,港股这边有中资电讯股 亦公布了一些季度数据 稍后我们会看看 观众朋友,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向上 市场观望 美国科技巨企即将公布业绩 美股高开后 导致一度升460点 收市升幅收窄到253点 收报38239点 升0.7% 标指升0.9% 收报5010点 纳指收市升1.1% 收报15451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2.3% 欧洲股市向上 英国股市上升超过1% 焦点科技股方面 Tesla星期二收市后会公布业绩 股价连跌第七个交易日 一度失手140美元 收市跌3% Google升1.4% NVIDIA上星期五跌一成后 上日反弹4% 汇控比本高上日收市高挨近3% 一起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都是个别发展 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早段升近141点 37580点 首义综合指数都是轻微向上的 现在升近3点 新西兰普通股指数升40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要下跌26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 新西兰普通股指数升103点 恒指上升166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先和Thomas谈谈美股的情况 昨晚有一个回升的情况 之前纳指是连跌了 颇多的日子 现在最新看到的是 忧虑未消除 但看到中东局势暂时稍微舒缓 美股在高位上 其实有一个不小幅度的回跳 还有上星期五 其实大家看着 支撑着大市的芯片股向下 而且跌幅也挺急的 现在去到目前的情况 就是看到 今个星期五会公布PC数据 大家会进一步在当中 找到端倚 看看联储局今年 会何时去启动的减息 现在炒可能说去到9月才减息 甚至是有机会调转头加息 Thomas 你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美股的走势 是会持续在现水平上横行 还是说未来的调整 还会进一步加深 其实倾向上 都是留意着地缘政治局势 如果继续以现时的状况去看的时候 相对美股会倾向高位徘徊的状况 如果突然间 耳巴的局势转得紧张的时候 才会再导致美股一个受益的情况 因为近日看到油价和金价都开始有一个回落的状况 所以资金都倾向流入到美股 所以都会支撑了 导致都升了几天 而科技股标指、勒指都开始有一个回升的状况 另外一方面也会公布业绩 焦点都会落到很多科技股 这也会令市场稍微冲敬未来的走势 所以短期来说 我相信美股的下行空间未必很大 即是会在现水平的横行 我们现在的焦点是在今个星期 其实有很多科技巨企会公布业绩 今晚有Tesla 大家看着 之后会有Google和Microsoft 其实上星期看到 我们上星期都是谈过业绩前 有什么企业是直播的 包括谈过Netflix和TSM 但是两个股份 其实公布业绩之后 都有一个颇大的跌幅 Netflix其实它的数据都可以 但是因为明年不再公布新增客户的数据 股价已经向下 TSM也是的 数据可以 但是股价也要跌 好 今个星期 那些大型科网企业的业绩 你觉得有没有哪一种 可以在业绩前先作级 还是在科网股现在 比较人心虚胁的背景之下 科网股大家应该是观望会好一点 我就采取保守一点 我就认为应该要观望一下 因为始终之前都是升得比较急 而且现在如果以纳指来看的时候 那个市盈率都去到超过40倍 相对上都是处于一个高的水平 变成很大机会 所以未来公布的业绩和台积电都会有类近的情况 业绩可以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好消息出货的情况出现 但是当然如果业绩是差的话 就更加会导致产生了一个沽压 所以暂时来说科技股 我对前景方面稍稍有保留 但是当然市场的焦点都会落到七只大型科企 相对上来说 未必是七只都会有一个受压的情况出现 当中来说一些消费性为主题的企业 相对上吸引性仍然是比较高 例如是Amazon 另外是跟AI有关的 Microsoft 以及Google 我相信这几只 今年来说的表现仍然可以是提高的市 好 说到七项 我们谈谈Tesla 因为就连跌7个交易日 穿了140元 昨晚一度 不过收市就可以站上去 也算是挺弱势 现在如果持有的投资者 是否应该沽货 还是谈到这些水平 其实是可以谈底 我现在再谈定一点 因为最主要来说 根据是倾向多的负面消息出来 之前会因为减价 所以令到股价跌下来 另外市场有消息传出 可能有机会是 估计Tesla 逐步是退出新能源汽车的市场 当中的支持的论据 其实就是考虑到 一些低价新能源汽车的计划 暂时是空气了 另外一个方面 亦都会见到 近期不论Tesla 亦都见到 内地很多新能源汽车的企业 都是减价 所以对于内地市场份额来说 Tesla可能会有减少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方面 之前预计了去印度做访问 但是马斯克推迟了出行状况 所以相对上 市场会觉得近期Tesla 倾向多负面消息 可能未来的沽额会比较大 我想初步去留意 看看股价在大概130元有没有支持 未来三个交易日 如果不跌穿130元 才考虑吸纳会比较安全 今晚看盘数 前景致印 以及看毛利率 究竟最新的发展是怎样 所以今晚大家都要看实 刚才说的就是讨论过科网股 Thomas也认为在这个背景之下 其实科网股未必是很适宜吸纳 但是你觉得近日来说 银行股也挺好 美股方面 暂时是 因为明显地过去两个月 股价表现都是倾向强势 而且公布业绩的时候 其实很多都是倾向好市场预期 看到银行股 很多银行股都是一个上赢的状况 另外一个方面 后面就是进入加息周期的时候 推迟了减息 所以相对上去考虑的时候 现在银行股的息差仍然有一个优势 变成了比较多的资金 会流入银行股 所以暂时来说 可能将逐步资金 由科技股转到银行股的时候 就会比较上适合 所以暂时来说 整体的金融股方面 我只是看好银行股 好 我们就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我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昨天做好 从上100天 昨天高开186点 最多是升超过400点 收市升287点 收报16511点 科指收市升58点 收报3336点 升1.8% 国指升84点 升1.5% 收报5831点 大使连续两天的成交过千亿 全日有1049亿的成交 腾讯和美团升幅超过1% 北水继续吸资 全日录得29亿的北水淨流入 腾讯吸资8亿 中国银行和中国移动 分别有5亿8千万 和2亿4千万的北水淨流入 淨流出方面 汇控和洛阳木业 分别录得3亿7千万 和1亿2千万的北水淨流出 大使昨天的情况 就是上一条100天线 但是那些移动平均线 还是聚得很近 上星期五收市之后 中证监推出了一些政策 叫做鼓励 或者推动香港的资本市场发展 在这个背景之下 Thomas 你看恒生指数 未来的区间会是怎样上落 始终这个消息 暂时来说 可能会是短暂的刺激状况 倾向上 官望气氛都是浓厚 到底 政策是推出了时 对于整体的港股的成交价 是不是真的变得活跃了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产品上是多元化的时候 这个会不会令到港股的表现 稍为做好一些 这一个比较多的投资者 都会倾向留意 当然在消息面上都是正面 所以在昨天 港股一度升超过400点 中文字幕提供